在一个暴雨交加的大海上 几个渔民正在紧急地收着渔网 男人拉开渔网 顿时洒出了满地的海鱼 这时发现在鱼堆里面 竟然还藏着一个大生物 他们上前查看 突然几条海鱼当即就被甩了出来 他们惊慌失措地拿起了旁边的鱼叉和斧头 打算直接上去下黑手 面对未知的生物 他们神情紧张 几人警惕地靠近鱼堆 未知生物突然出现 一个大尾巴紧把拿着斧头的哥们甩飞 其他两人拿着鱼叉对其围攻 但是未知生物却跑进了货舱 而被甩飞的斧头男已经大出血 船长立即就通知了救援 此时船外忽然传来的优美的歌声 几人都被歌声所吸引 其中一个男人走上前去 想打开面前的货舱 突然 一架直升机已经飞到了他们的头顶 从上面下来的几个海报突击队 队长直接打开了货舱 看到了底下的生物 他的脸上并没有出现一丝惊讶 只是队员向其打上了麻醉针 然后他们带着集装箱离开了这里 而就在不远处漆黑的水面上 突然出现了一条诡异的尾巴 画面一转 在一个秘密基地里面 军官带领着一名科研人员走进了研究室 在里面放着一个超大的浴缸 而里面竟然躺着一条面向丑陋的人鱼 而他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 另一边人们正在沙滩上聚会 一个小男孩不顾母亲的劝图 一个人跑去海里划水 正在这时 后面有一条大大的尾巴甩了出来 接着又消失了 由于水的张力 小男孩感觉到了不妙 但他还是淡定地继续划水 忽然前面的水面上跳出来一只鲨鱼 他撕心裂肺地大喊着 挣扎着 仔细一看 原来眼前的只是一个鲨鱼头 男主小本看着这个鲨鱼头 陷入了沉思 他和女友小美回去研究鲨鱼身上的伤口 他们发现这伤口不是虎经造成的 因为他身上的咬红半径太小了 他们一致认为这并不是同类搏杀造成 而是怀疑海里有新的大型物种 人类从未就见过的的生物 但是又需要多大的动物才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就在他开车回去的路上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赤裸的女孩 幸好他及时刹车 差点撞到女孩 可女孩并没有一丝惊喜 女孩亮亮呛呛地想要离开 但是看他疲劳的样子 似乎腿脚都不听使唤 他没走几步 就晕倒在了地上 小本只好脱下了外套 将他带上了车 看着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小本一直询问着私人医生 要他快点过来治疗 小本将女孩带回了家 此时他也刚好醒了过来 好奇地看着身上的粉红色短袖 原来是小本给他穿的 又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拿起了桌上的贝壳 闻了一下 竟然有家的味道 小本表示可以帮助他回家 但是他瞪着可爱的大眼睛 忽然他哼起了优美的歌声 小本立即就沉迷在了其中 突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歌声被打断了 原来是小本的私人医生已经到了 他向医生透露 这个女孩有点奇怪 当他们回到屋子里时 神秘的女孩已经消失不见踪影了 这个女孩在饥饿的时候 发现一只老鼠 他一把抓住 看着这肉嘟嘟的美味 下一秒 可怜的小老鼠竟被他当成了美餐 看见不远处挂着的衣服 他走出了船舱顺手穿在自己的身上 在大街上他看到人类显得尤为生疏 他想寻找被抓走于姐姐的线索 走到一个老太太面前 老人似乎认识他 从开始的惊讶到最后的目瞪口呆 充分说明了他的身份不简单 此时小本开着车发现了神秘女孩 便下车跑了过来询问老太太 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个女孩去哪了 老太太的面向中 忽然显得极为恐惧 我谁也没看见 然后转身离去 女孩来到了海港 她轮了下眼前的渔网 好像闻到了姐姐的气味 继续寻找姐姐的线索 走到船上眼前的大渔网并没有姐姐 她闭眼回响着昨晚和姐姐在海里捕鱼 突然姐姐被大渔网抓了上去 却只留下她一人 看着被渔网抓走的姐姐 她无能为力失声大哭 睁开眼 她振作了起来 一定要找到姐姐 原来这个神秘的女孩是一只人鱼 她在路上走着 突然脚被玻璃碎片扎破了 原来她一直光着脚丫子在走路 因为她是第一次来到陆地上 不知道还要穿鞋子 聪明的她立即找到一双雨鞋 好奇地看着雨鞋并给自己穿上 鞋码刚好 看到一架玩具直升机 她想到了昨天晚上是直升机把姐姐带走了 接着直视 发现对面一个小孩子在对着电视学英语 她便跟着学会了一点英语 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名叫莱恩 她拿着玩具飞机来到了一个男人面前 要求男人开车带她寻找直升机 可在半路男人看着女孩没人看管 便对她起了色心 准备对她做一些事情 下一门 女孩愤怒地下了车 在树林里脱掉带有血的外套 看到胳膊发干 想要找点海上食物 她看到下面屋子的标志和自己衣服的标志一模一样 便紧跟其后来到了屋内 看孩子们都出去的时候 她拿起桌上的鱼肉奶昔 就是一顿狂喝 真是一顿美餐 然后向屋外走去 走出门外 突然海报发出吼叫 老师觉得有些奇怪 并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女孩发现了她很奇怪 这是小本恰巧发现了她 看她状态不好 胳膊已经大量脱皮 便要给她疗伤 此时女友小美进来 看到尴尬的一幕 她差点误会了小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偷婚 但是小美确实能看得出 莱恩的胳膊受伤严重 便答应小本留下给她治疗 小本再次联系了私人医生过来查看 在小本正在外面寻找可以治疗皮肤受伤的药品时 此时莱恩已经脱皮严重 看到窗外的海 只有她自己知道 只有跳到海里她的脱皮才会得到治疗 她气喘吁吁地爬出了屋外 接着头朝下猛地跳下海里 发出嘶吼声 同时惊动了海报 海报也发出嘶吼声 小本听到不妙 立马查看水底监控 发现莱恩掉进了海里 连忙跑出去 衣服不脱地直接跳下了海里 可她并不知道即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 这个男人正在海里搜救一名女子 没想到她竟然在海底发现一个人鱼 突然人鱼露出凶狠的表情 游过去对她进行攻击 小本吓得怀疑人声 接着人鱼揪着她进行私游 小本用力一脚踹下 赶紧往上游去 但她还是游不过人鱼 只见人鱼揪着她 她无法上岸 顺手抄起个鱼叉朝人鱼刺去 然后一叉子推开人鱼 她急忙上了岸 这才保住一条小命 然后晕了过去 这时候私人医生赶到 把她叫醒 医生怀疑小本有什么事情隐瞒着 可小本始终没有透露 她想到白天那个奇怪的老太太 看见莱恩后的眼神 觉得老太太知道些什么 便上门询问 小本向老太太说出事情 她刚才看见了莱恩在海里变成了人鱼 原来小本从小听老太太讲有关人鱼的故事 并且被告知只是传说而已 没想到是真的 老太太看了她脖子上的伤痕 就知道是莱恩干的 因为人鱼在水中的自然状态下 会把人类当成猎物 所以他们施杀成性 由于人类对人鱼不了解 因此导致了很多悲剧 老太太告诉小本 你的祖先丧失了理智 鬼迷心窍 对人鱼种族进行残杀致死灭绝 从眼神里能看出老太太 有多少说不完的千年仇恨 小本对人鱼的残酷历史也深感同情 第二天小本穷坐朋友 赞得打鱼的船 去大海寻找他 通过雷达他们发现了大块头的生物 老头正举着枪瞄准水里的生物 小本知道这个生物应该是人鱼 就在老头正要扣扳机的时候 爱心泛滥的小本一下子推开了枪 子弹打偏了 朋友和老头都在指责他的不对 可此时小本对这个生物表示着同情 我们应该保护他而不是滥杀 这时突然传来奇怪的尖叫声 难道是这个生物被打中受伤吗 小本听到后 连忙脱衣服就往海里跳去 他用手电筒在船底下四周检查了一番 发现船底装有一个模拟人鱼嘶吼声的录音器 他们想了下这个仪器 肯定和前几天军队抓到的怪物有关联 难道军方用来引诱其他人鱼上钩 镜头一转 在海边有个人鱼皮 莱恩又一次来到陆地上 这个女孩赤裸着身子在大街上走着 吸引了旁边的小女孩 孩子妈妈觉得这女孩很奇怪 连忙把孩子叫回了屋 接着她看到路边晾晒着的衣服 挑了一件短袖直接穿到自己身上 这是一个大婶从屋里走了出来 话刚说完 只见女孩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筋 凶狠狠地朝大婶旁边的木头扔了过去 直接刺穿木头 这可把大婶吓懵了 接着莱恩来到老太太的店铺里 老太太看到后 生怕她惹来麻烦 急忙把顾客打发走 关上门 他们对视了一下 老太太问莱恩来干什么 突然莱恩对着老太太发出怒吼声 因为她不太会说话 然后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姐妹人鱼陶瓷 掰成两个 老太太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然后拿着封面为两个女孩的童话书 老太太这才明白 她是要找自己的姐姐 莱恩点了点头 老太太便给她换了一身衣服 莱恩又跑到厨房寻找食物 咬了一口苹果很难吃人了 因为它是海里的生物 只喜欢海鲜 拿起一瓶罐头 闻了闻很难闻 打算往地上摔 老太太急忙挡住了 要求她在屋子等着 先给她去海鲜市场弄些食物 再带着她一起找姐姐 莱恩答应了 老太太便来到海鲜市场 她要了一磅一杯 一磅隔离 要求挑最大的 这时服务员也被这个买主惊呆了 她还要两打虾 一些扇贝 一只红鲑鱼 一些螃蟹 服务员也已经懵逼了 可老太太还没买完 接着她还要两只最大的螃蟹 两只最大的三文鱼 这两个小情侣正在拥抱的时候 突然发现小本脖子上 有被抓伤的痕迹 小美以为小本在外面背着她偷昏 便质问 小本把莱恩变成美人鱼的录像 给约有小美看了 两人惊讶又好奇 看了录像 小美错怪了小本 一直以来从没相信过小本 小本向女友透露 有军队用某种追踪器 在海上搜寻美人鱼 小美听了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除了军队外 还有那天在大街上的老太太 她好像知道美人鱼的事情 他们决定去老太太家 进行了解美人鱼的线索 来到老太太家里 小本向老太太保证除了女友 她不会把美人鱼的存在 告诉任何人 因为她也想保护他们 求老太太向她透露美人鱼的线索 老太太敷衍了事地说道 她已经走了 现在估计已经露海了 此时美人鱼莱恩 就在老太太家的屋子内 莱恩好奇地看着马桶按了一下 冲马桶的水迅速出来 吓了她一跳 马桶盖喷的一声落下 在外面的小本听见屋子内的动静 她怀疑老太太说谎 便拿出那天在海里的录音器 打开后 奇怪的声音发出剧烈的嘶吼声 此时屋内的莱恩听见了 她知道这是鱼姐姐的喊叫声 她便怒吼着 强大的力量把地上的桌子 推翻到空中 然后推开门对小本他们怒吼着 小本再一次看到了莱恩 看到莱恩很安全 她心里无比喜悦 莱恩对着他们喊道 我的姐姐 然后怒气冲冲地从小本手里 夺过路由姐姐的录音器 她情绪崩溃地对着录音器 不停地喊姐姐出来 可她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录音器 看到这一幕小本才明白 莱恩上岸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姐姐 她的姐姐此时 已被关在军队秘密基地里做实验 科研人员抽取鱼姐姐的DNA 把鱼姐姐的DNA注射到要死的白鼠身上 本以为老鼠会死 结果过了不久 白鼠竟然活了过来 而且比之前更加活跃 科研人员看到这一幕 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小本向情绪紧张的美人于莱恩解释了下 这只是你姐姐的录音 不管小本怎么劝说她都不理会 只见莱恩痛苦地晃动着录音器 她举起录音器 录音器里的海水洒到莱恩的胳膊上 突然莱恩的胳膊开始骤变 伴随着疼痛变成鱼鳞然后又消失 这一幕惊呆了旁边的小本和女友 看着莱恩委屈的样子 小本同情心泛滥 连忙答应她要帮她找姐姐 莱恩这才情绪稳定下来 与有小美惊讶极了 没想到美人于也能听懂人类的语言 老太太说道 他们的智商很高 比人类还要高 约有小美知道 小本这么仓促地答应 帮她找姐姐并不现实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她姐姐在哪里 莱恩听后 抱着录音器就向屋外走去 她要立刻去找余姐姐 这两个男人正在跟踪科研人员的车 跟踪到了一个军队秘密基地 他们要找前不久 被军官用直升机带走的朋友克里斯 突然从里面跑出来了两个举着枪的哨兵 看似不像欢迎他们 哥们俩惊恐地开着车原地掉头 便急速地离去 此时他们的朋友克里斯 就在这个秘密基地里面 正被当作实验品 军官让科研人员提取美人于的DNA 加快速度做实验 科研人员看到美人于此刻的状态 产生了同情 然后离去 这时美人于突然睁开眼睛 跳出来 对实验室里的众人开始攻击 由于克里斯被注射了美人于的DNA 他的感官系统 对外界的发生的一切也十分敏感 他却不妙 忍着剧痛浅床 此时基地的警报声响起 军官们在各个角落进行排查 看见躺在地上的飞魅 他伸出援助之手 搀扶着他往外跑 看到军官的车驶来 他们藏在了车后面 救了于姐姐一命 在车上他播放音乐 美人于好奇地放大了声音 看他的神情 克里斯以为他喜欢重金属秒鬼 没想到他拿起个锥子 烹烹的把音乐设备砸坏了 对着克里斯要喝水 克里斯带他来到水龙头旁边 打开水 美人于怒了这什么水 萌老娘呢 克里斯并不知道他是海里的生物 不知道他只喜欢海水 然后开着车打电话给哥们 他还活着 哥们急忙去接他 此时与妹妹莱恩这边 他已经大量脱皮 如果不赶紧下海 他面临着只有死去 因为他长时间不在海里活动 会失去水分 直至变成鱼竿 小本和女友商量 给他戴上一个定位器项链 这样他下海了遇到什么情况 他们会及时找到他 莱恩答应 这时小本也接到短信 他的朋友克里斯被赞德找到了 聪明的与妹妹莱恩 也感知到了姐姐 也被一起得救 姐姐还活着 小本便开车带他一起出去 小本和女友看见一辆车 急速地冲向远处的马路崖子 便下车前去查看 没想到正是自己的朋友克里斯 被甩在地上 他受伤严重 危急时刻 赞德和小弟也赶了过来 他们终于找到了克里斯 两个男人开心地拥抱起来 真是不容易 然后开车送克里斯去了医院 就在这时车上的莱恩 发现了与姐姐在他的眼底下经过 他气喘吁吁地连忙下了车 便跟着跑了上去 他激动地无法用语言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高兴 对着远处的姐姐发出嘶吼声 这时姐姐也看到了他 姐妹俩终于团聚了 坚强的姐姐看着此刻脆弱的妹妹 抱起妹妹便往海里走去 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小本和女友看到鱼姐姐找到了 他们无比欣喜 两只鱼尾巴从海洋里摆动出来 简直像做了一场梦